這段影片要教大家怎麼用 FTP 上傳作業 我們先從 Windows 10 的方法開始講 所以在 Windows 下面的話 只要先把檔案總管打開 然後就在這邊打 FTP 冒號 寫線寫線 後面這個就是 FTP 的位置 所以這樣打了以後他就會問你 帳號和密碼是多少 我們現在設定的帳號都是 QF I2P 然後 QF 是大寫的 所以你就把這兩個東西都打好就可以登錄了 登錄之後就把你要上傳的檔案放過來 直接拖曳進來 它就會上傳好 那這個 FTP 我有設定它是只能寫入 所以你要是把它複製出來的話會出錯 那這個是合理的 所以上傳作業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在 Mac 的話 你要用 FileZilla 就是這個軟體 你要去下載這個軟體才能用 FTP 所以這個軟體一樣 就是在這邊打那個 FTP 的 IP 是多少 然後 照打就可以 然後 Port 留空個白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就會看到剛才我在 Windows 這邊上傳的檔案 那一樣到時候要是要複製什麼檔案過來的話 就是把它拖過來就可以上傳了 這邊就是 FTP 的教學 這邊就是 FTP 的教學